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通膨数据显示 全美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.2% 月增0.4% 美国连续两个月通膨超预期升温 外媒认为 这让美国联准会在六月降息的机会越来越小 苹果在iPhone等自家产品的应用程式平台App Store上 周二向欧洲做出了重大账簿 宣布软体开发商可以自由直接向消费者发布应用程式 白宫二月底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联网车展开国家安全风险调查 日经新闻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相关疑虑是出于对国家补贴的中国汽车恐大局涌入美国市场 以及透过光达感测器获取庞大敏感各资的忧心 这也促使美国加强对中国光达技术的审查 全球半导体系制裁龙头ARM重返公开市场 去年9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最大股东软银集团掌握高达90%的股份 约9.3亿股 3月13号 ARM的IPO持股闭锁期将结束 软银后续动作受到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完成了 再安装